我還是比較喜歡講建築 果然踴躍 我想問一下老師說 他還說國教年沒有天堂 那時候的在 我調到下一個文文的中間 過度地帶是有類似地域 或是一個東西的存在 過程 對 就是說他 他也有可能迫害成神 或是他有可能迫害成神 或是說就是變成一個 像可能我一個意識的 完全沒有辦法知道 自己要告別他的意識 就像剛剛講的我的耳朵不好 我剛剛聽到第二部分 那個神的部分我沒聽清楚 不過基本上佛教的想法就是說 我們普通講的人 不一定是人 我們就講人好了 不然太複雜 因為這題目好像是思考人 不是狗跟狗 或者人死了以後 就有一個階段叫做中陰身 中間的中陰是那個陰天的陰身體的身 就是基本上在那個階段裡面 就是我剛剛說的 你像在做夢一樣 被不自主地碰到各種狀態 這個狀態可能 據說是比我們在做夢的時候 還來得intense intense很多 那你會碰到什麼狀態 因為夢有時候是好夢 有時候我們會夢到笑情 或者是有時候夢到很可怕的下情 基本上會碰到什麼狀況 大概跟你相信所謂的cause and condition 有原因跟有果的話 就是跟你過去的狀態有關係的 因為有很多人說我們做夢 是因為日有所之夜有所夢 也是一個因果的觀念 所以在這個過程裡面 你會經過這種不由自主的狀態 直到時候到你要跑到另外一個矩陣裡面 你剛剛的問題是這樣 所以這裡面可能有一些好的 也有可能有一些恐怖的 你要知道更多嗎 還是更恐怖的 所以你剛剛的問題是什麼 就是那有類似地獄 有沒有類似地獄的東西 沒有天堂 那有類似地獄的東西 好問題 什麼叫地獄 好問題 什麼叫地獄 地獄就是呢 他們在錄影 他們在你必須 地獄就是類似 像剛剛佛教講的業 你要去還那些業的東西 恐怖的 天堂呢 天堂就是好像就可以按讚 按讚是甚麼 很理想 對 就是 以我所知 在那個過程裡面 因為你沒有辦法控制你的去處 所以比如說你可能這一分鐘在天堂 你正好在享受 可是你可能下一秒鐘 你會跑到別的地方去 是這樣子 所以在那個階段裡面 是這樣跑得到去 第二個當然 我是不相信有一個永恆的天堂 就是我一剛剛開始講 好像你還沒進來 就是如果是有一個永恆的天堂 那是一個極大無聊的事情 是一個永遠不能離開的退休的場所 一切都對 可是一點飯都沒有 一點好玩的事情都沒有 因為你也不能看恐怖片 你不會害怕 因為你一下就知道結果 還有問題嗎 就你剛剛所謂的矩陣 再解釋清楚 因為我知道數學的矩陣就是 不會理解數學的矩陣 可是老師剛剛講的那個矩陣 我沒有辦法理解 OK 我的數學不好 所以 剛剛講的就是一個matrix 就是說 因為我們現在活在一個matrix裡面 這個你相不相信 這個你相不相信 你前面那個同學在點頭 你要不要幫我回答一下 說一下我們現在活在的矩陣日 可是我不知道跟矩陣 我不知道跟矩陣有什麼關係 就像我只是講那個matrix的事情 就是因為我看完那部片 還有那個出門的世界 出門的世界 對 然後我看完出門的世界的時候 我就是在我周遭找攝影機 我想說 我也有可能是 所有人都演員 然後那個matrix 就是所有的人都是程式 都是假的任何一個動作 所以我覺得很有可能這些事 也沒辦法證明是什麼 OK 我想我們 我說的 回答得很好 因為我的小孩 有一個小孩從小很paranoia 很神經質 我們到美國去住在那個旅館裡面 他躺在那裡看牆上有插座 他說那裡面有攝影機在拍我們 他不是在講那個什麼針孔 他只是覺得整個世界 好像是一個楚門的世界 不過在錄影不要講這種廢話 那個matrix 基本上就是說 因為我們活在一個系統裡面 你的系統跟我的系統差不多 比如說地心引力 我們都有類似的 所以我們才要減肥 如果我們沒有地心引力減肥 你沒辦法蹭你那麼重 然後我們看出去的東西類似 你看那棵樹跟我看那棵樹 差不多了 我想不是百分之百一樣 可是差不多 所以我們活在整個系統裡面 我們吃的東西類似 我們吃到塑化物 大概會有一樣的結果 類似這樣的東西 可是換到另外一個所謂的matrix 就是你有沒有養狗 你有沒有想過狗會不會照鏡子 我常常就會這樣想 因為我把狗帶在鏡子前面 大家都無動於衷 不像有些女生 到了鏡子前面就不走了 所以狗對於鏡子這件事情 跟我們對於鏡子是不一樣的 或者狗到底有沒有color 很多人說狗看不到顏色 所以顯然他們的perception 他們的感知的世界跟我們不一樣 或者是一隻蝴蝶一定跟不一樣了 因為蝴蝶到底有沒有看到東西 我也不曉得 什麼叫做看對於蝴蝶來講 可能跟我們的定義完全不一樣 所以這個是我講的matrix 就是你活在那個系統是不同 所以當你這個系統劇烈的改變的時候 就是在死亡的時候 跟所謂的投生的時候所發生的事情 我再問一下 那個老師你不是建築師嗎? 對 不信了 可是你的信仰在你做建築這件事情上面 會有幫助或者是會有促逐 還是說 就是 我自己來自國的力量 因為我們家跟國教比較有一點 那我們做建築常常有時候 中文會講風水嗎 會講一些不管是科學還是那類的 我不知道在你做建築這個行列裡面 你會自己重視這個事情 還是批判這個事情 簡單的回答 佛教對我來講是一個 我覺得對我來講不是一個宗教 我知道它是一個宗教 可是我個人來講 我對宗教的那個部分沒有很大的興趣 宗教好像就是大家 很多人在做同樣一件事情 我事實上很怕很多人做同樣一件事情 我怕很多人 不要做事都已經夠可怕了 可是我想佛教裡面有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是去追尋或者去找到什麼叫做實相 真正的道理是怎麼回事 第二個是佛教是一個實踐的哲學 就是它在哲學上有一個建立以後 你可以用你的日常的生活去實踐做到 或者是趨近於做到 這一點我覺得很有趣 就是事實上不管你做什麼 做建築也好 做其他東西也好 我們都是在經由我們在做的東西 可以去修持自新 比如說像中國文化裡面 這個文人的這個傳統 不管你是寫書法畫畫 基本上都是寫詩 基本上是一種內在的 修持的一個過程 我想我作為這個建築師 花很多時間在做設計 做設計事實上就是跟自己的一些 好習慣也好、壞習慣也好的 一個不斷的挑戰 在這個挑戰裡面去看更清楚 那個所謂的實相是什麼東西 人的心是怎麼回事 我想大概是這樣 不過長久看起來好像有點影響 因為就是對我來講 這個設計是一個 就是會自然出現的一個東西 就不是真正的事 好像是我做出來的 還有沒有 不要讓楊玲露那個踴躍發言 變成一個畫面 就是老師你剛才說死亡的過程啊 是一個 謝謝 就是老師剛才說的死亡的過程 就是一個連續性的 然後那個意識也是一個連續性的 所以沒有所謂的生意 也沒有所謂的死這件事情 然後再往前推一點點就是老師有說 我們每天其實也是某種連續性在生活中 那因為有這個連續性 所以我們會期待 我們會希望某些事情或有一些目標 那所以我們會期待這件事情 但這兩件連續性 我自己剛剛在講的時候 感覺有一點點稍稍的矛盾 我不知道老師有沒有抓到我的意思 就是當我們每天在過程中 我們有期待的時候 我們就會有一個目標在前面 對 但是如果說一個死亡的過程的話 它的連續性是沒有開始沒有結束 就是一直連續的 好像 這有點像老師說的 常識不老的這件事情 我們就不用擁有任何的大喜或大悲 但是我們卻在生活中的連續性中 卻會有這樣的期待 這是那個大喜大悲的情緒 然後也許這再說得更簡單一點 就是一個以一 死亡過程的話 是以一個死掉的人的角度去看 但是如果我們現在還活的人 就是去看死亡這件事情 或是看連續性的這件事情的話 就是老師你覺得這個矛盾 或者是我 或者是我只是想丟出來 我現在有遮曉的 然後自己還沒有想通 你好像自己回答了自己的問題 不過我覺得你講得很好 我只是不是很懂那個矛盾在哪裡 就是說你講了一件事情 你講得非常好 就是說我們有 時間到了嗎 就是我們有期待 我們有計畫 事實上我們前面有期待 我們後面有恐懼 事實上我們的狀態是這樣 我們人的狀態是說 我們永遠在期待 我們想要發生的事情發生 我們花很多Energy在上面 然後我們在恐懼很多 我們不想發生的事情在躲閃 我們也花很多Energy在這上面 所以從佛教的觀點 常常有很多人說 大師說 因為我們有這麼多的期待跟恐懼 所以我們怎麼樣 只能忘記活在現在 因為過去的事情 讓我們attract到過去的事情 或者是我們在想未來 可是現在就被我們忘記了 因為我們一直被這兩個恐懼 跟期待的力量所折騰 那你後來說的是說 從一個死掉的人的觀點來看 事實上不管任何觀點 都只能從主觀的觀點看 這個也是佛教的一個觀念 就事實上沒有所謂的客觀的一個存在 比如說像你現在眼睛瞪得很大 在聽我講話 然後你覺得你聽到一些東西 事實上是你聽到了 我有沒有在講 其實不一定是重點 你看著我 然後你覺得我在聽話 所以禪宗有一個很有名的故事 或者腦筋急轉彎 其實禪宗裡面有腦筋急轉彎 說無人的深山裡面 有一棵大樹倒下來 有沒有聲音 沒有聲音 覺得沒有聲音的舉手 我剛剛有幾位同學覺得沒有聲音 無人的聲音 覺得有聲音的舉手 你覺得有聲音 什麼叫做聲音 什麼叫聲音 傳到我們耳朵 然後我們覺得有聲音 那無人的深山 它會傳到你的耳朵嗎 不會啊 不會 所以就沒有聲音 他們對 但是 所以在裡面別的東西都聽到 別的東西聽到你怎麼知道 那是你以為別的東西聽到 這個故事很有意思 這個我把答案 不是說答案 這就是他們為什麼要問這個問題 就是 剛剛幾位同學說沒有聲音 是因為沒有人聽到 沒有人聽到的東西很多 比如說現在冥王星上有個爆炸 那沒有人聽到 那沒有人聽到 所以沒聲音不對 因為當我說冥王星上有個爆炸的時候 你們其實心裡都想到有聲音了 因為爆炸這件事情有聲音 所以當無人的深山 有一棵樹倒下 當我說的時候就變成 在你的現象界裡面變成有聲音 我沒有說以前沒有那個聲音 所以這個事情是回到你連續 所以你永遠只能從主觀的角度在想事情 所有你看到的 全部回到你的經驗的這個世界裡面 可是你說死亡的那個人 我覺得我們沒有辦法站在外面看 所以我要回來說 他這個眼睛應該什麼都壞掉了對不對 然後在那五代都壞掉了 可是他的意識還持續 他持續到他變成下一個東西的時候 這整個事情對他來講是延續的 就像你在做夢 你在做夢 你晚上睡著了 然後你晚上做了一場夢 然後你早上起來 你並不會覺得中間有斷掉 你不會覺得 除非你得到失憶症 否則你不會覺得你是斷裂 你還是continuous 我們永遠是continuous 所以我覺得好像沒有矛盾 我比較不... 還沒有問題 是 現在你問什麼通靈或是靈異 這個談判 然後第二個問題是說 要不要關燈 那一個問題是說 通靈跟什麼 靈異 就是這次靈魂用的 那第二個問題是說 我們應該要如何去面對家人的死亡 一件事情 他還有就是說 例如說我的父親 他就是74歲了 可是我覺得我感覺到 都是他對於死亡的事還沒有準備好 所以我感覺到他有時候會有些害他 那我們周圍的人是不是有辦法幫助他 或者是說這種事情是應該開始經驗的 通靈這個我不知道怎麼回答 我不是很懂通靈 我們先講後面那個問題 聽起來比較重要 通靈可能應該去看電視上 你講到那個問題很重要 就是說一般正常的人是年紀大一點 才比較會接近死亡 那死亡有準備比較好 據說是這樣 那準備什麼呢 一般來講要準備叫做 讓自己在要走的那個moment之前 沒有unfinished business 基本上是這樣 就是說不要有牽掛 不要有好像欠人家一碗生意麵沒還 或者是有一件事情要跟某個人講沒講 或者是要跟自己的小孩 或者是太太說什麼沒說 所以這個不太好 因為這些東西就好像我們在白天有一些 做對不起人家的事情 還是晚上做夢的時候 會影響一樣的意思 最好把你可以想到的 所有的unfinished business都清掉 可是要清unfinished business 是一個很大的工作 就是說有的是我們知道 就像剛剛講 欠生意麵、欠錢 這種當然很容易 可是有些事情比較不好處理 有些事情比如說 我們常常在電視上看到 某個人跟他小孩有過節 20年沒講話 可是想要講 因為再不講就沒機會講 類似這種要處理比較麻煩 如果有這種狀況有一個好的建議 這種是有專家的 有一些好的建議是說 你也許不能面對面講 不能拿起電話來講 不能用Skype講 你至少可以把它寫下來 把它寫成一個letter 或者是email email太怪 可能用寄了慢一點比較好 寫下來的時候 有時候事實上對那個人來講 他已經解決了大半的問題 所以我覺得家人可以幫什麼忙 可能就是要可以協助做這件事情 可是有一個第一個關卡要講的是說 要讓他知道他要面對這件事情 因為我們看過很多 有很爛的也很好的電影、電視劇 在講這類的問題 有的時候是那個老人家 很想去面對這個事情 可是怕這個小孩子、年輕的一輩 不願意談這個事情 所以他不講 有的時候是年輕人 怕老人家不想面對這件事情 怕他覺得不吉利 還是你在主動他要快死了還是什麼 所以他就不講 可是這個就有點難了 所以這裡面有一些技巧 要讓這個溝通可以發生 因為包括我今天在講 大家有些人可能心裡也會覺得 什麼不吉利的東西 等一下出去要幹嘛 繞樹三圈還是什麼 所以這件事情很重要 因為讓這個unfinished business 結束以後 據說在變成中陰生的時候 你會少掉很多牽掛 對這一生 就是剛剛離開的這一生少牽掛 對未來是比較好的 這個很正常 就好像你要去 明天要去旅行 你就要今天把功課做 差不多嘛 差不多是意思 靈異那個就算了吧 我不懂 還是你有比較確實的例子 我才比較能談 OK 算了 還有沒有 沒有 老師他跟我講這個 他要錄音 老師你有沒有想過自己的喪禮要怎麼辦 其實喪禮怎麼辦 跟那個死掉的人一點關係都沒有 是辦給別人看的 就是別人的節目 那個人其實已經 Who cares 已經不在意 不過我自己有在想說 千萬不要弄一個那種具體的東西 中國人喜歡搞一個破壞環境的 破壞山坡地的那種通通比較做 最好就是丟到海裡 可是丟到海裡好像 據說不能公開的時候 是會被抓起來關的 污染 現在有一些健康的做法是樹葬 我上次去了法谷山看到他們在樹葬 不過前一陣子聽到法谷山的師父說 樹葬現在因為很風行 所以很擁擠 因為比如說這塊地 這塊樹林然後樹葬、樹葬、樹葬 你不能一直葬 因為人的骨頭裡面有靈 所以其實改變了這塊地的平衡 所以弄一弄也要換一塊 所以好像人多總是問題 海可能比較大一點 還有嗎 你有想過嗎 你自己的 還在想 還在想 我會問你們是唸什麼的嗎 都不一樣的 我以為台北藝術大學都是唸藝術的 不是唸藝術的舉手人 都是唸藝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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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你不唸藝術 制片 自製 黑北藝術大學有建築系嘛 美术的举手呢 戏剧的举手呢 戏剧比较多 电影呢 其他人在念什么 舞蹈音乐 舞蹈的呢 音乐的呢 音乐最多 其他的呢 你是什么 新媒体 新媒体 你念什么电影 电影在念什么 就是导演 我念导演主 我还讲那些 OK 因為自己也有念佛教課 他有講說佛教覺得說人生一切皆苦 然後現在是這個時候成功超越 我跟老師一直覺得人生是一切皆苦 然後我一直也想問說 說相同同生與死 是討論說生死的意義 那這樣的話跟以前講的存在主義 到底有什麼問題 有辦法是對存在主義有什麼看法 我以為現在沒有人讀存在主義 那是我高中的時候讀的東西 那當然是好像七八個輩子以前的事情 你說佛教說一切人生都是苦 一切皆苦 誰跟你說的 就是佛學的時候 佛學的時候 佛學的時候 以我的了解 以我的了解佛陀證悟以後第一次開示在陸也院 對那個吳比丘講 四聖地 它是這麼說的 我可能了解錯了 不過它是這麼說的 第一個說 叫做了知苦 Understand the suffering Suffering是梵文 Dukkha Understand the suffering 了知苦 然後第二個是 所以它講的苦即滅道 那其實這種東西都聽起來很累 就是文言文 不過講起來其實還滿有趣的 很簡單 第一個是說 了知苦的意思就是說 我們要了解什麼叫做苦 比如說我們現在吃一個冰淇淋 尤其是今天這麼熱 我們在吃冰淇淋的時候 我們不會覺得苦 因為很好吃 又甜了 又冰 天氣又這麼熱 可是什麼叫做了知苦 就是你要知道吃了冰淇淋 尤其是像我這種身材的人 吃了就會胖 然後血糖會太高 有一些後果會發生 而不是說吃冰淇淋是苦的 然後我一直吃 吃冰淇淋苦 這兩個有點不一樣 是你要Understand苦在哪裡 而不是說你好苦 因為其實人生有一些還滿開心的事情 有一些滿愉快的事情 只是說通常這個愉快的事情 不是一個永久的快樂 或者是說不是一定會造成下一個快樂的原因 比如說你可能做一件很開心的事情 可是下一個結果別人會來追殺你 類似這樣的事情 所以你如果了知苦 就是說了知那個背後的苦 然後他分析的這個苦 其實是變在的 只要有改變 只要不確定的事情 都是會變成苦的 所以他才說苦即滅到 就是即是說 可是這些苦會即起來 就是我們所有做的這些造成苦的原因 比如說吃冰淇淋 比如說吃冰淇淋 會累積 不是說我今天吃冰淇淋 明天就不算了 因為我今天吃進來的糖 會累積起來 所以身材又越來越胖 血糖會越來越高 或是急 可是這樣很慘 又苦 然後又累積 所以我總說第三個事情不用擔心 有一個叫做道 有一個方法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比如說跑到健身房去跑步 這是一個道 當然他講的道是消除這個苦的辦法 所以是可以去修行 然後最後滅 就是你這個東西可以消失掉 所以這個事實上是一個很好的 很有邏輯的觀念 就是第一個你要知道你在做的狀態 第二個它會累積的 第三個有個辦法可以解決 然後第四個是 它終究會全部消除 全部消除的時候就很棒 就是所謂的成佛 不是說你永遠 如果說你永遠要這樣做 就是說你今天吃一個冰淇淋 明天就要跑步四個鐘頭 那你就別吃算了 可是當然這冰淇淋不是很好的例子 不過我想這樣聽起來比較懂 所以我覺得它不見得是在說 痛苦了要命 不是這個意思 是 就是說我們常常不知道 我們在做一個會造成苦的狀態 你的第二個問題我忘了 存在主義 存在主義 存在主義以我的理解 好像是不是太重視因果關係 存在主義 存在主義有一點是說 事情就是 happen to be like this 正好就是這樣 沒有理由的 所以它是一個無因果的理論 是是這樣 比如說像那個陌生人 卡密的那個小說 就是 異鄉人 對不起 異鄉人 異鄉人就是他 一個阿爾及利亞的人 在那裡 太陽曬著 他把他死 對方殺 就是這裡面沒有 沒有那個因果的這個邏輯 所以跟佛教講的很不一樣 所以我一開始不是問嗎 就是說如果主義覺得說 死了以後 就像那個電腦壞掉 就Nothing 那事實上很棒不是嗎 就我們現在可以亂做事情 我們現在很多事情不敢做 你心裡面沒有很多想做不敢做的事情 有嘛 為什麼不敢做 回去想想看 當然每個事情原因都不一樣 不過有很多原因是因為我們怕那個後果 那如果說像電腦壞掉就沒有後果了 請說 我想要問 有沒有 他有沒有麥克風 老師剛剛講的內在分解 就是死後死後壞在分解之後 有個內在分解 那個讓我想到 就是最近看的一部電影叫啟動原始馬 然後那個啟動原始馬的那個概念是在講到 就是他腦子裡面有一個原始馬 然後那個原始馬在人死後之後會慢慢的消散 可是他有一個時間的期限 我沒有記得那個詳細的 跟他運作魔力 但是我覺得那個螢光程度有點像是 它可以回縮到過去的八分鐘 然後那個八分鐘是可以被更動 然後更動之後會再影響到現在的 就是目前的科技研究可能還沒有完全的證實說 這個原始馬可以讓你回到過去 改變那個過去的狀態 然後從現在 對那個電影提出了一個這樣的可能 然後我在想說 人的意識是不是在死後會有一段時間殘留 然後慢慢的消解 然後那樣子的過程是什麼 我還蠻好奇的 所以那 不知道老師對於這件事情有什麼想法 對不起我沒有看那個電影 所以不知道 不過理論上意識不會消解 意識就是一個一直延續的東西 意識是一個一直延續的東西 其實你可以用推理來跟自己證明 比如說我們現在這一個剎那 我們兩個在講話 我們有前一個剎那 還有一個前一個前一個剎那 所以好像這是連續的 一樣的你可以想說 這個好像沒有理由會停 因為你睡覺的時候也繼續在進行 意識還是在進行 所以理論上一個普通人不會消解 所以理論上一個普通人不會消解 你有聽過那種所謂的冰死經驗嗎 有些人說他 冰死經驗基本上就是說死掉又回來的人 聽過這種 有的人是去看牙醫就會這樣 看牙醫要小心 還有一打那個所謂的意識跑出去你的身體 有些冰死經驗人是說他看到他自己打在那裡 然後家人都在圍著他在哭 可是他在天花板上還是哪裡 然後他還可以看到隔壁房間 這種大概你們都聽過吧 現在尤其是電影都有很多 那這個就是意識 就是他的consciousness是在 那我剛剛有點遲疑 因為第一個有很多露營 我很不喜歡露營 第二個有些東西講了會變成概念 佛教事實上有很多事情不願意把它講成概念 因為講成概念我們很難 英文叫做unlearn 就是你如果聽過一個事情你很難把它unlearn unlearn是比learn還難的事情 所以意思不是不會消解 我剛剛的回答是說一般人不會 你如果有興趣 我們在沒有錄影的狀態下在談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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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那個 我不知道是不是問題 我想分享一下 OK 是 就是昨天是 我以前大學的一個學姐 然後昨天過世 她是因為得了一個癌症 然後昨天過世 但我沒有很煽情的意思 我只是想要 因為她過世然後讓我開始思考 是死亡這件事情 然後我就是 本身就是一個演員 然後我就會目其妙把別的事情 套在自己身上去思考 然後我在想死亡這件事情 然後會想像一些什麼 然後我發現我沒有辦法想像下去 因為死亡這件事情對我來講 好像有點過於沉重 那個就有些細節 沒有辦法去深刻的想像 那我如果說從這件事情 我得到的結論就是 我沒有辦法面對死亡這件事情 那我在想說 我不知道是不是有人講過說 如果當你了解死亡之後 你就會更懂得如何生存 如果存在這件事情 我不知道誰講的 但反正就是一個沒有根據 但聽起來好像有那麼一點道理的話吧 反正我不瞭解死 但是我更關心的是 是不是瞭解死亡之後 是不是可以讓我們更瞭解一些 關於生存的意義或是態度 對 我有問一個問題嗎 我不知道 沒有 你講得很好 但你可以繼續講 你應該更繼續 老師我沒了 你講得很好 你講得很好 你講得 我可以也分享一些我聽過的話 很多人說這個死亡是生命的一個禁止 經由那個禁止 讓生命變得更有道理 或更有意義 或更知道怎麼過日子 我想這個是很多人說的 當然在親生親厭 親人親友這樣的過程的人 可能會比較有體悟 可是一般人來講 可能聽聽也就聽聽算 我的老師跟我 中大親生人魔學 他是一個電影導演 你知不知道嗎 我的老師佛教的上司 是一位電影導演 他導過高山上的足球盃 跟旅行者與魔術師 所以你們學電影的人 大概應該知道 他講過一個是很切身的東西 他說他在跟 不管是學生還是誰打電話 他最後在講 或者是見面要離開的時候 他最後在講Goodbye的時候 他都跟自己說 也許這就是Goodbye 他是這樣跟我們講 也許就不一定會再有下次的見面 第一次我聽他講 我覺得好像有一點 怎麼講 有一點morbid 英文叫morbid 有一點好像很悲慘的樣子 可是事實上我就試了一下 是很有意思的 就是當你跟一個人要離別 不管掛電話也好或者什麼 你就說 你稍微那個moment想一下說 我真的跟你講再見 不一定是他不見了 不一定是他不見了 或是你不見了 可是就是這樣去想的時候 這整個那個 你的清醒程度變得很高 然後你會比較珍惜 跟人在一起的那個狀態 而不是那麼沒有覺知 沒有不在乎那個東西 所以變成對很多事情都一樣 就是說其實天主教 有一派的這個修行者 他們是 我忘了那個名字叫什麼 Sisken還是什麼 我忘記那個名字 他們平常 他們這些教徒 那個教士 平常是禁語的 不講話的 所以當他們互相碰到的時候 他們打招呼 是講一句話 是說記住死亡 他們是用這樣打招呼 他們只講這句話 這是他們的修行 這是他們的practice 那是蠻有道理的 我是聽我的老師講那個方法 我覺得真的有點差別 就是當你在日常生活上有點差別 你剛剛學了另外一個是說 自己去想像那個過程 然後想不下去 事實上這是非常真實 就是我們想不下去是因為 有很多阻礙 有很多阻礙我們不能想 或者是沒有經驗 可是如果你去讀一些書 就像那個書上 有基本上是我翻譯的 就是在講那個 我剛剛講那個眼睛看不見了 耳朵聽不見 然後慢慢地大 地水火風開始 disintegrate的時候 其實他寫得還滿清楚 那個可以想像 我覺得那個可以想像 另外我參加過一個是 被我太太抓去參加 在舊金山那裡那種 我本來覺得很羞恥的 去參加那種東西 就是好像那種勵志的那種camp 它是跟企業有關係的 就是怎麼了解自己 可以更好 你知道那種東西 還滿有名的 好幾天很累 從清早到晚上 我就一直很不屑 而且一副這種洋人的玩意 可以有一天晚上是滿震撼 有一天晚上好像是最後一個晚上 第二個晚上 一方面是晚上 然後他們就燈光了暗暗 然後點了一些蠟燭 然後叫大家開始寫 說如果你知道你剩下一個月可以活 一年 然後你要做什麼 這是很西洋人的做法 大家就寫 那寫好像沒什麼 然後再來說 如果你現在剩下一個月 你要做什麼 那如果你serious的想 那是一個滿 你回去可以試試看 然後再來他說只有一個禮拜 一天 一個小時 哇 那全場開始有很多人開始在哭 就控制不住了 你真的如果進入那個狀況 剩下五分鐘 這可以是serious的問題 那我覺得那樣的exercise 其實對自己的很多 先後順序 生命裡面的先後順序 有幫助 就剛剛那位同學講 要清掉 我說要清掉這些未了事宜 這個是有幫助 所以你講得很好 你有沒有別的要發表 有的話就 有的 我也參加過這種 對 然後 就是他是 就是講 大家也有講演講 然後最後是放那個 學業者 如果還有明天 然後 就是那個音樂開很大聲 然後也講過一支 就是高聲的這樣子 然後很善情這樣 然後當下是 當然有令我思考到很多事情 但是 再過一個禮拜就忘了 我覺得好像 好像應該有更深刻的東西 吧 對 不知道 然後 你也有話來講 你也有話來講嗎 好 我就是想說 就是我們剛才講生子 然後再講演講前面 就是 你好不瞭解說 生和死之伴隨的東西發生的 你自己 或是說 之前有看那個 遲到生死術 他也講到終生 然後講到說 你會經歷什麼過程 這樣 自己以為了 那我懂了 結果後來可能 在就是昏倒 要昏倒之前 突然覺得 那個 我們很不共 因為 其實你真的 感覺到所有的那個聲音 或是 你的害怕程度 是擴大先備 然後還有就是說 你覺得說 生跟死是淡水的生 有時候你唯一懂 懂字面意思 那可能 你有更深刻體驗 你就好像又更懂 可是當可能 就在你面前一個東西 就要怕東西死掉的時候 就會震撼一次 就是 來不及準備 那 不過我有一個就是 既然都懂了 就說 那就是藏馬因跟火 那你盡量不要去違背自己 或是老師當然講說 你做建築 是 去實踐 佛教的一些說 也就是概念 就是你剛才講到 你就懂了一些 然後你在做建築的時候 去認識自己的好習慣 或壞習慣 等等 那會不會 我有時候會變得有點 就是不去做 就是你在想說 就一切那樣的發生 都是 有因有果的 所以就好像 不會太有意思了 謝謝 你也講得很好 你應該多講一個 剛剛你說的那個經驗 這個是真的 我可以完全理解 因為我們有時候覺得說 字眼上讀過看看就知道了 可是真的那個狀況來的時候 我們大部分的人都是沒有準備好 就是你知道也沒有用 因為那個衝擊力太大 然後我們根本沒有 平常沒有鍛鍊 如果把它想成身體的話 就是平常你沒有鍛鍊 然後忽然有個很重的東西下來 你根本就撐不住 然後所有的恐懼跟焦慮、慌張 把你本來知道的那邊一點點 也全部都弄掉了 這個是講得非常好 至於你說什麼都不做 其實這個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很大的題目 我越來越喜歡老子 因為老子講得太棒了 我從這個設計的體會裡面 我特別最近喜歡引用老子的一句話 因為在座有很多從事藝術方面創作的人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老子那句話是怎麼說的 他說 就是說 唯學日益 唯道日衰 就是說你要去學東西的話 是每天一直在accumulate information越來越多 現在大家上網幹嘛 你如果在學一個東西的時候 是越來越多 累積資訊或者是學問什麼都可以 可是當你是唯道的時候 是要日損 你要把它變成 尤其是我們做藝術類創作的人 當你把它變成你的一條道路 而不是一個你要去學的東西的時候 這裡面有點差別 你反而是要日損 每天要越來越 decrease 越來越少 然後他說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為 就一直損到最後 變成一個無為的狀態 那無為而無不為也 他說在無為的狀態底下 你可以無所不為 這個是講得太棒了 從我一點點的 非常不成熟的禪修跟創作上的理解 我覺得這個是任何藝術創作 或者甚至任何其他事情的一個最高境界 就是當你可以無為的時候 就是一種完全自由的狀態 無為跟你剛剛講的 我想說不去做 其實我覺得有一點差別 因為我們不去做什麼事情的時候 是一種負面的 是一種我們不去做的事情 有一個理由不去做 而我想老子講的這個無為是說 他沒有造作 這個很難用語言來講 而且我可以特別講老子說 道可道非常道 說出來就不是 可是他在說的是一種 完全不去在乎跟不去控制的狀態 底下的那個無為 而不是說因為我們知道了某種理由或理論 所以我不要去做那件事情 因為這裡面還是有個意志在裡面 因為這樣所以我不要去做 跟一個完全自由的狀態 可做可不做都沒有差別 那種無造作狀態 我覺得是有點差別 我自己覺得在創作上 我看到很多其他的這個 不管是音樂家也好 這個畫家什麼等等 跟自己的一點小小的體會 我覺得真正在創作到達自由的狀態的時候 應該就是一種無為下面的這個產品 可是無為很難 對一般人來講很難維持 因為我們的修煉不夠 因為可能有那麼靈光一現的這個無為的時候 我們的造作又進來了 那一進來的話又開始 東西又開始出現了 所以這兩件事情其實有關 跟剛剛他的問題 就是那個連續的問題 是因為我們不斷地想要造作 跟不斷地習慣要造作的那個力量太強 所以我們即使有一個時刻 說完全脫開來那個連續狀態 這個是回到我剛剛說的錄影 所以沒有繼續講很多 我們有一個時刻脫出那個狀態 可是我們馬上被我們那個習慣進去 所以很難這個真正的無為 所以這是不斷地訓練 讓自己脫開的那個moment 能夠更powerful一點 那創作就會越來越好 所以路由說 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 這個我覺得是非常正確的 就是我們做藝術創作的人 當你真正的抓到那個 非常好的創作的時候 你心裡完全知道 這不是你做出來的 這是你逮到的 那個是一個天成的東西 我聽到很多其他的類別的藝術家講 其中一個是 這裡有很多學音樂的人 Keith Jarrett 那個鋼琴 他以前是那種結傲不順的鋼琴家 後來他曾經講過說 完美的音樂不是音樂家創造的 完美的音樂是本來就存在的 音樂家只是去發掘它而已 我想這個是講的都類似跟路由講的一樣 老師有看過Gill Taylor的那個 老師有看過Gill Taylor 就是講神經 他那個左腦快掉了 那個女 老師在講的狀態 偶爾如果脫離你去控制 是 他那個 他那個是 我相信是接近那種狀態 就是在 我們所有的限制都不見了 他不是說他忽然可以體會到所有的東西 可是他忽然慌張起來說 那我變得這麼大 我怎麼回去那個小小的身體 你記得他講了這句話 這就是我剛剛講那個 那個連續的習慣又跑出來 所以那個慌張就是想要回去那個身體 我曾經跟中山精神人物學講這個影片 他說他早就不應該回來 可是一回來他就回到原來那個造成生死的這個東西 老師你曾經很落落過 然後很消失的一段時間 就是在這個 比如說學習或創作的下來的狀態 學習或創作的有沒有很墮落 這是你的人生有沒有很低潮的事情 或 難免吧 可是大概 可能沒有很久 我想 有沒有某一段故事可以分享 嗯...不好吧 不過我在很年輕的時候 我算是一個很積極充斥的人 我的很多同事朋友都覺得我 好像很有把握這個... 我在很年輕的時候 我還不是自己開業的時候 事實上有一陣子 因為工作... 不曉得工作生活 我亂七八糟 讓我... 其實失眠 得到這個... 沒辦法睡覺 沒辦法睡覺 是一個很痛苦的事情 我想你們大概都不曉得 我現在到這麼老了 我開始有一點... 有時候睡到半夜就醒了 不過那時候這個... 年輕的時候的... 隱蔽你啊... 這個失眠症是... 很痛苦的 因為你很... 每天很累 可是沒辦法睡覺 所以... 有... 大概有一兩個禮拜 滿緊張的 緊張到我這麼... 自己覺得了不起人 都跑去看醫生 拿了藥 吃了藥沒有用 可是怎麼好的呢 有一天早上醒來 就好了 就是... 好像什麼事也沒有發生過 就不見了 那這個事實上 對我來講 是一個很大的提醒 是一個很大的教訓 就是我們說無常 任何事情都會改變 所以當你在很低潮的時候 其實... 如果能夠有那麼一點點幽默 跟一種脫離的心情 那你就來... 既然沒辦法 你就來enjoy一下這個消極 那可能會有好處 因為沒有一個事情 會永遠這樣子 反正高的會變低 低的會變高 聚的會變善 善的會變聚 還有嗎 還有嗎 再撐... 再撐兩個問題就可以 透苦海了 因為他剛剛講的一切都是苦 很多的舞蹈 那就好 這是... 我不知道該怎麼的問題 但是... 真的... 老師剛剛講到 無違的一件事 可能我不是很理解 但是就是... 有一點商城 就是... 在於我們... 剛剛有講到說 因為我們後來都很想在期待跟恐懼 可是是不是我們要有這些期待跟恐懼 我們才能夠達到那個 所想要的目標 例如說我可能期待 我要補免 所以我就要很努力的去學習 然後寫作 然後經歷這個過程 可是又在這個時候 又說我們要活在現在這個 這個時刻的我會覺得這事情 是衝突了 對 很多時候都會覺得是很衝突的事情 妳繼續講 我說我人的感覺 就是 或者是像說 然後 我們常常在理生發明的電燈 他試了很多很多的材料去做那個燈飾 那 我想他是想要得到那個結果的 就是他要放不出那種東西 可是在這個過程中 他怎麼 就是 如果不是那個期待 怎麼去維持他 就是繼續堅持下去 那會不會在某個時間點他會覺得 如果啊 這可能不是我要做的事 我就不要做 因為這時也可能剛好突然發現那個家庭無比溫暖 然後我就說 那算了 這次我不要走回家 替我老婆上來 就是 我不知道在這個選擇上 或是在這個 這個過程中 怎麼去取捨 你現在要對錯 或者怎麼是 應該要對錯什麼是對錯 我不知道對錯這件事 就是 怎麼怎麼去往下走 然後或者是怎麼去解決 一些好問題 很好的問題 我不一定能回答 我是很好的問題 因為 在我们这种消费时代里面 我们其实做很多事情都是被制造的 就是被告知说你需要这个东西 所以我们就不由自主地去追逐 刚刚讲期待跟恐惧也一样 我们是在这种状况之下 我们是在想要变得更能干、更美丽、更年轻 不希望所有不好的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 比如说老年等等这种东西 可是这里面有两个事情 一个是说有一个是事死 可是有一个是压力 有一些是我们自己给自己的压力 就是说我们不管有没有恐惧死亡 我们只早会死 或者说我们有没有花时间去处理 去应付那个恐惧跟期待 这日子还是会进展还是会发生 所以终究我觉得是这样的 终究是说我们如果跳进去那个恐惧跟期待的状态底下 而完全被它控制 事实上我们就在一种不自由的状态 可是如果我们在做同样一件事情 而理解说这一切都只是一个游戏 那其实整个态度轻松很多 我举个例子来讲 你带小朋友去海边玩杀 他们在做沙的城堡 然后一边做一边想象故事 王子住这里公子住那里 然后就很多story 可是忽然有一个小朋友 把另外一个小朋友的沙堡弄倒了 就很生气 因为他的整个story的那个 跟花的力量全部被摧毁了 然后两个可能就打架什么 然后大人在旁边看 觉得说这有什么好打 这也是沙城堡而已 可是假如你跟着小朋友在玩沙城堡 那你也会跟他们讲说 这里有公主 这里有王子跟他玩成一团 那你的沙城堡被踩坏了 你不会介意 这差别就在这里 就是如果你觉得 可是你并没有 因为你很喜欢那个小朋友 你并不会乱做 你还是真的跟他玩得很开心 说沙城堡这样 你还是很认真的在做 跟他做得一样好 可是你的心情知道说 这是一笔game 这不会真正有结果 因为今天的题目 我们做得不管什么事情都不会有结果 不是吗 等到我们最后那一口气腹掉的时候 所有你的成就全部是假的 你也不能带走 全部是一场游戏 可是我们平常不这样想 因为我们平常觉得这是很真实 very serious 所以花很多力气在做这个事情 可是你这样做 跟你把他想成是游戏做 哪个比较好 我觉得是把他想成是游戏做比较好 可是我们很难 我们很难把我们周遭 真正切身的事情想成游戏 因为我们很在乎 在乎什么 这就牵涉到一个大题目 这个我今天很不想讲的大题目 牵涉到我们认为我们很重要 我们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很重要 我们什么东西很重要 我们being ourself 我们作为自我这件事情很重要 现在的消费文化 尤其就是在强调自我 可是很不幸的佛陀 佛陀跟我们说自我是假的 所以我刚刚的note 事实上你提醒我 我刚刚的note的最后一句话 我写下来就是这一次一场 中国人有一句话很好 就是天大的误会 我们整个处理我们生命 是一个天大的误会 我们以为有一个真正的自我存在 所以我们要拼到老命去保护它 去把它hyper 去把它变成更不得了 更光荣 更鲜艳 更不可一世 然后所有的这些事情 制造到所有的一大堆问题 然后最后什么也没有 我们还是继续的这样再做 那这场天大的误会 根本就是我们以为 有一个真实的 叫做自我的东西存在 好 现在我可以 这个是一个perfect moment来结束 所以谢谢大家 今天浪费大家一个半钟头 很高兴来到台北艺术大学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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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